拉倒 不起了 拉倒 骑是得骑啊 找人画一牌照 做假 我们这个 有一个说相上的 叫侯振 有一个口头有人 老说 相框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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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找侯爷 说来画一牌照 画了一个牌照 又画了一本驾照 驾照你也没有啊 郭老师在相声中所说的 画驾照这个段子呀 如今也变成了现实 早前 今晚有爆料 一男子开摩托车上路呢 遇到交警检查驾驶证 当该男子将自己的驾驶证 拿出来后呢 经发现 驾驶证内容 是该男子自己写上去的 不多不说啊 也是佩服了 在多年前 郭老师讲过一个女观众 在演出现场生孩子的段子 当时的她 大概还不知道 自己这段表演将在未来成为现实 在2012年时 郭老师在广州举办现实专场 台上的老两口啊 卖力表演 观众在台下乐的是前仰后合 而观众其中 有位孕妇是被可乐的段子啊 逗得是哈哈大笑 可谁能料到 这一笑 直接把自己笑得早产了 要知道 生孩子这事啊 可不得了啊 随着女观众大喊一声 我要生了 一旁听到这些话的观众啊 吓得赶忙都站了起来 将人送了出去 当天晚上 郭老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啊 其实感谢这场演出的完美结束 最后呢 还提及了此事 几天后 郭老师得知该孕妇顺利生产的消息 特意为刚出生的小女孩 起了个小名 嗯